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這裡是荷蘭粵語頻道 現在報告6月30日晚的新聞 首先是國際消息 朝鮮勞動黨最高領導人金正恩指出 在全國範圍的抗疫工作中 發生了一些可能 威脅到朝鮮人民和國家安全的嚴重事件 金正恩29日主持勞動黨政治局會議時 批評有高層的官員 在抗疫工作中疏忽職守 無視勞動黨應對全球衛生危機的重要決定 導致發生了嚴重事件 被國家及民眾的安全帶來巨大的風險 報導並沒有提及嚴重事件的內容 而朝鮮一直聲稱 這個國家並沒有出現感染的個案 並且在全球疫情爆發初期 已經關閉了邊境 採取了多項的防疫措施 朝鮮寫說 由於在準備應對全球衛生危機的過程中 阻止了黨在國家緊急反病毒鬥爭中的重要決定 主管官員造成了嚴重事件對國家及人民的安全 造成了巨大的危機 朝鮮勞動黨的機關部勞動新聞6月27日呼籲 在具有高度傳染力的變種病毒Delta 全球快速蔓延之際 應該對新冠病毒保持著最高的警惕 目前還不知道嚴重事件的具體內容 美國佛羅里達州公寓倒塌事件進入第六日 今天造成的死亡人數已經上升到16人 仍然有147人下落不明 目前還不清楚在倒塌的時候 他們是否在建築物裏面 到目前為止 還沒有人從壓力中獲救 但仍有一些希望 救援人員在倒塌的陽台下發現了一些出口 其中一些出口大到可以爬過去 但還未發現其中有幸存者 美國總統拜登星期四將與太太一起訪問事故的現場 加拿大高溫熱死人 在破紀錄的高溫侵襲下 加拿大西部布里甸哥倫比亞省 已經報告了數十起熱死的事件 發生的報道說 加拿大警方29日表示 溫哥華地區有至少69人中暑死亡 過去一天死亡的大部分是居住在溫哥華郊區的老年人 或者有潛在健康問題的人 其他地方市政當局亦表示 自星期一以來 他們接到很多突然死亡的通報 但還沒有公佈死亡的人數 加拿大總理特努多 星期一晚上提醒民眾 面對極端的高溫天氣 應該留意自身和鄰居的安全 加拿大氣象局預測 熱浪至6月30日起 會在北列典哥倫比亞省有所緩解 但仍然在這個省東面的內陸省份駐留 歐洲足球賽造成病毒感染人數的上升 蘇格蘭公共衛生署6月30日公佈 蘇格蘭錄得1,991宗 和歐洲國家會有關的新冠肺炎確診個案 其中三分之二個個案患者表示 他們6月18日曾去到倫敦觀看英格蘭對蘇格蘭的比賽 比利時的生物學家莫倫·帕格斯指出 Delta變種病毒正在透過年輕人傳播 短短一個星期內確診比例上升 他擔心隨著假期的內臨 大量未感染者四出旅行 至7月底佔病例的比重可能會升到80% 莫倫·帕格斯指出 短短一星期內 Delta變種病毒所佔的病例比重 從6.1%上升到15.7% 他擔心 到7月底 不用等到下季末 感染這種病毒的比重 更加可能會升到80%甚至90% 他說 研究顯示 當人民接種了疫苗 14日之後才對Delta病毒有效 但是 比利時目前除了高齡者已經優先接種疫苗外 不少比利時的青壯年 只是折動一劑而絕大部份的年輕人 還在排隊 在伊拉克城市沙谷的一個活動大廳的廚房裡 發生了一宗悲劇 在準備婚禮酒席的時候 一名25歲的徐師伊斯梅爾 掉落滾燙的雞湯中 送丸治療但不幸身亡 據報導 伊斯梅爾在6月15日的一場盛大婚禮 做準備的時候 他滑倒在雞湯煲裡面 滾燙的熱湯 使這名徐師全身70%以上 形成了三度的銷霜 這個徐師 被送往附近城市 杜湖克的一間醫院接受治療 在6月21日因為傷勢過重而死亡 當地媒體報導說 伊斯梅爾有3個小孩 其中最小的只有6個月 日則失設9年的 北加索和蒙特里安的畫作真品 在希臘被沉迴的消息 震動了世界媒體和藝術世界 據稱 是一個被捕的希臘人 指示的藏這些藝術品的地點 在希臘本土的一個地下室中 找回這些失設的藝術品 荷蘭藝術偵探布蘭德說 被捕的49歲的希臘人 喬治 在去年年底和今年年初 留在荷蘭 他試圖在荷蘭出售這些 盜撤來的藝術真品 喬治上星期 被希臘警方逮捕 罪名是2012年 在雅典國家美術館 盜撤了北加索和蒙特里安的畫作 據布蘭德說 他在荷蘭也跟蹤了喬治 喬治在2020年10月至2021年2月期間 一直留在荷蘭 試圖在這裏向德國的買家出售這兩件作品 這個男子承認 他經過6個月的準備 犯下了藝術品杜撤罪 並將作品藏在雅典郊區的森林當中 布蘭德說 盜撤經過精心的策劃非常成功 喬治觀察在博物館6個月 當他從後面的陽台進入博物館的時候 在建築物的其他地方觸發了警報 吸引了保安的注意力 然後不受干擾地用7分鐘的時間 偷走了名畫 當喬治離開大樓的時候 保安員只看到一個影子消失了 刺賊得手後 據稱曾經委託阿爾巴利亞人為他笑臟 另一位舉世聞名的藝術偵探布蘭德 仍然在荷蘭尋找梵高和佛蘭斯哈爾斯的兩幅作品 這兩幅作品 去年從荷蘭拉倫和里爾德勒的博物館中被盜 中國經過70年的努力終於跟隨了藥疾 在今天獲得了世界衛生組織的認證 為無藥疾國家 中國在上世紀的40年代 每年通報3000萬例藥疾 但現在已經連續4年沒有出現本土的藥疾病例 世衛幹事譚德塞今天表示 我們恭喜中國跟隨藥疾他們的成功得來不易 是經過幾十年有針對性的持續行動才取得的 隨著這項宣布 中國加入了越來越多的國家行列 向世界表明 無藥疾的未來是一個可能的目標 向世衛申請無藥疾認證的國家 必須連續3年沒有出現本土病例 申請的國家必須提出強有力的證據 並且證明有能力防止疾病傳播的在現 中國是全球第40個 取得世衛無藥疾認證的國家 近兩三年在中國之前 取得無藥疾國家認證的國家有 薩爾瓦多、阿根廷、巴拉圭和烏茲別克 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的一位副部長表示 截至6月27日 一共收到1300多封 祝賀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的賀殿下 自賀人包括150多個國家元首 政府首腦 200多位政黨的主要領導人 根據新華社的報導 杜賀的包括 塔吉克斯坦人民民主黨主席 總統拉克蒙 肯尼亞朱比利黨領袖 總統肯瓦塔 和日本社民黨 黨領袖 福島瑞瑞等 俄羅斯總統普京 星期一和中國領導人習近平 進行了視頻會議 普京 祝賀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 會面結束後 兩國元首宣布發表聯合聲明 決定將中俄目論友好合作條約延期 不過台灣國民黨就不給面了 適逢中國共產黨建黨百年 國民黨在當地時間6月30日 舉行例行的中常會 據稱有國民黨中常委 在會議上提議向中共發賀電 國民黨主席江啟臣 對此並沒有回應 而是交給國民黨的副秘書長 王斐博說明 王斐博說 這樣的事並沒有先例予以換他 有議會人士表示 解放軍機頻頻繞臺 國民黨卻慶賀中共建黨百年 這已經不是過去有沒有先例的問題 而是在邏輯上也說不通 更強調 兩岸和平應該一起努力 北京方面也要有所認知 一位不容易透露姓名的國民黨人士 向台灣媒體透露 江啟臣當選國民黨主席的時候 也沒有收到中共的賀電 而江啟臣主張是親美 以前也說過反共 甚至江啟臣在競選國民黨黨魁時 曾對九二共識提出過質疑 因此江啟臣 被認為是歷任國民黨主席中 最不受北京信任的一個 今日新聞報告到此為止